佛教的根本目的是 希望所有友情眾生 都得到這種自在 所以各位要養成這種佛教叫自在 所以一個人能夠欣賞這個世界 是因為他內心沒有壓力 自然他能夠去領受到外在的美 那佛教裡面就很希望我們這樣 在沒有煩惱的時候 然後你的心跟世界跟眾生合在一起 所以對這個世界你只是一個客人 然後呢欣賞他的美 如果能夠隨時保持這個狀態 那是一種隨緣自在 當然這還不是佛教的根本目的 佛教的根本目的是 希望所有友情眾生都得到這種自在 這不是一種確實的 旁邊的小路 同時會有些人 那是個孫子 有一個人的樣子 多月兒